2022年6月18日凌晨4点左右 当水星从地平线升起时 你将会看到据说是77年一遇的七星连珠 从地球视角上看 水星、金星、天王星、火星、木星、海王星、土星将会依次排列 哦,甚至月亮也在 如果天气好的话 有条件可以拿着望远镜找个光污染小的平坦无高楼的地方去看 千万别晚了 太阳出来就看不见水星了 有人说七星连珠预示的灾难 或者有什么别的不好的 其实不会啊 因为这只是我们从地球视角上看到的现象 如果你从太阳系的角度看 就会发现行星们其实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七星连珠是因为刚好它们都在太阳的这一侧 在地球的可视天球内同时看到 且像是一条直线 那么说到这儿 八大行星什么时候能真正连成一条线呢 因为公转速度不同 轨道也不是正圆的 所以基本是不可能的 而且连成一线是基于平面石头来说的 那么如果切换到三维的太阳系运行方式来看 可能性就更低了 因为太阳也在围绕着银河系的中心旋转 太阳系内的物质 其实就是跟着太阳边转边跑的 好了 这是一个关于七星连珠的小短片 目的是为了提醒大家及时去看 不过也不一定非要18日 其实从6月14日开始一直到7月上旬都是可以看到的 只是18日的观测条件可能最好吧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大木霸 还请持续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